主持人生科樂大家好,我是祖妮 今天要來解析也是《機智一生生活》第二季的第七集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第七集一開頭使用了一首非常有精神的進行曲 打開《機智一生生活》的新一集 看到護理師們忙上忙下 在我過去的解析當中也不難發現本劇使用了不少古典樂 而這裡使用的是聖誕節的傳統芭蕾舞劇《胡桃千里的進行曲》 這個故事最初是由德國作家霍芬曼給創作的 經過大眾馬的改編 最後由采可夫斯基改編成聖誕節常見節目的芭蕾舞劇 而這首進行曲大家只要查《胡桃千進行曲》就可以找到 這首曲子是這部芭蕾舞劇的第一幕的第二首歌 對應的劇情是孩子們在聖誕派對上起舞並且收到聖誕禮物 而胡桃千的故事就是女主角和她的哥哥 在聖誕節這天收到的禮物裡頭包含了一隻胡桃千 但她的哥哥卻把她弄傷了 半夜因為女孩想看一眼胡桃千 卻突然發現胡桃千正在對抗老鼠王 而在女孩的幫助下 胡桃千成功的擊退了老鼠王 胡桃千也拯救了女孩免於攻擊 甚至在後來女孩在胡桃千的帶領下展開了一場奇幻之旅 這首進行曲用在《機智一生生活》第二季的第七集開頭 會有一種派對要開始的感覺 彷彿拉開序幕的意思 因為護理師和醫生們一個個敘事待發 這首曲子的用意和我當初解析第一集裡面用的是 蘇伯特軍隊進行曲感覺非常的相似 但特點就在於這首曲子原本是用在舞台劇上的 不禁讓思考那種劇情暗示的感覺 但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拉開序幕的意思 而胡桃千的故事版本眾多 大家可能熟悉也就是女主角變小了 在胡桃千的拯救下躲過老鼠王的攻擊 也有的版本是說女主角找來了劍 幫助胡桃千打敗了老鼠王 那麼問題來了 在季當中會指誰才是小女孩和胡桃千呢? 這麼童趣的故事感覺很有可能是指正元和冬天 這集當中冬天和正元穩定發達 卻在最後冬天接到了媽媽要緊急動手術的電話 因此錯過了正元的求婚 這拉開序幕的也許不只是一生生活的一天 也包含了正元和冬天互相了解 甚至是彼此拯救的劇情發展 冬天正元展開甜蜜的愛情之後 兩人也處於相處融洽的熱戀當中 但冬天對自己的家庭狀況很少對正元提起 也說明了兩人對彼此的認識還不夠深刻 也許這是一場在婚前的考驗 正元會是那個不小心被變成胡桃千的玩具公仔嗎? 冬天會是那個知曉胡桃千痛苦而苦心尋找玩具劍的小女孩嗎? 在這個故事當中 小女孩一度變小和胡桃千一起遊歷喜歡國度 下集預告當中經到的羅莎似乎生病的情節 也許就是呼應了正元被變成胡桃千的情節 冬天也在經歷家庭狀況的變化 但願兩人也能夠像童話故事的發展一樣互相扶持 最後奔向愛情的墳墓 只不過只不過只不過 大部分胡桃千的結局是女孩醒來發現一切是一場夢 可是在最初胡桃曼的原版裡面 是胡桃千的魔咒解除了並且迎娶小女孩 胡桃曼版和大眾麻版裡面 也有一個明顯的差別就是女主角的家境 原本是從一個農家小孩被改編成富裕家庭的小孩 名字也從瑪莉變成克拉拉 如果劇組真的有暗示的意味存在的話 感覺也是照著霍夫曼的版本進行 畢竟冬天感覺也不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孩 在這集當中 宋和和義俊感覺又比以往更加親密 其實從宋和從杜草回來之後 感覺兩人的關係好像又更加暖化了 可以感覺到義俊對宋和的眼神比以往更加吃熱 義俊甚至只需要一個眼神 宋和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義俊也比以往更加管束宋和多一點 包含了吃飯吃飯一點 工作不要亂接 要學會拒絕等等 而這集當中 義俊在到處跟別人打招呼的過程當中 甚至拿了一盆花給宋和 編導很有趣的沒有告訴我們那盆花是什麼 我弟弟推特它是松葉牡丹 也有人稱它為伴之臉 甚至有人叫它死不了 因為它很好養 只要有充足的陽光就會生長 是生命令旺盛的植物 而大家知道我覺得這情節最有趣的部分是什麼嗎 這種花的韓文叫做 和我們蔡宋和的名字一模一樣 本來我也不是很確定說 這族是不是松葉牡丹 畢竟都沒有特寫 在看到韓文名字後就確定應該不會錯了 這種花的花語是 天真無邪 也有人稱它為伴之花 就好像是早上開花下午花朵就會閉合 所以我認為這裡義俊送給宋和松葉牡丹 某種兩人間的關係將會在夏日煽放的意思 前述我也說到這種花被稱為死不了 可能也在暗示兩人的關係永遠不會變壞 就如同他們現在的關係一樣 雖然經歷過尷尬的意有所指告白 但並沒有因此打壞兩人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兩人可以在夏日來臨的時候 好好的開花結果 另外一題松葉牡丹在韓國的花期是7月到10月 所以可能要在劇裡面再過幾個月的時間喔 目前才3月而已 而這集當中兩人也終於一起去露營了 雖然我們可愛的魚豬因為和莫奈吵架 而只願意對著營火發呆 但感覺這小小小兩口吵架的原因 搞不好會在日後成為推動大人們的動機 但也可能只是編劇在描寫魚豬成長快速 獨立的找戀而已啦 而宋和和義俊也在營火旁邊談天說地 兩人甚至聊起了義俊在大學時期的綽號叫做曹正賢 宋和說起了義俊偏要把一首鋼琴曲用吉他談這種事情 義俊則是很壓抑宋和竟然記得他們說那首歌叫做《悲傷的大海》 原唱便是曹正賢 解釋了義俊綽號的來源 在宋和說要去睡之後 義俊對自己道聲晚安 不久之後詳細的扳奏便是《悲傷的大海》 《悲傷的大海》講出的是依然依戀著前情人的情感 副歌的歌詞是說 如果我還能夠重新愛上你的話 讓你在懷念的時候可以回到的地方 我悲傷的海洋疲憊心可以休息的地方 義俊在宋和禮去之後對著營火的眼神非常眷戀的感覺 感覺像是想起了大學時他錯過宋和的原因 有些觀眾似乎對兩人的過去感情狀態比較沒有印象 這裡稍微的幫大家整理一下 在大學時期面試那天 義俊為了把大超換成林前而買了一個髮圈 並在知曉面試重點是整潔之後就把髮圈給了宋和 宋和似乎也因此對義俊特別上心 在迎新那天宋和和義俊和俊灣走出去 眼神也跟著他轉了出去 才有了宋和也跑到雜物間五人擠在一起的畫面 而後來五人幫主團 當時義俊在看蘇恨是不是真的會彈電子琴 發現蘇恨至少會彈卡農 並用吉他跟上 大家可以去看第一季的第四集 宋和聽見義俊用吉他跟上音樂的表情 簡直就在說我好喜歡你 而後來遇到蘇恨在自己生日告白 宋和也說自己有喜歡的人才拒絕蘇恨 這裡很明顯的就是宋和在大一時期是喜歡義俊的 那義俊就更不用說 在第一季第十一集時買了一枚戒指 曾說自己的女朋友是簡單力弱心 但在接到蘇恨電話後就沒有和宋和見面 甚至把原本要送給蘇恨的禮物留在了店裡 兩人也就因為了蘇恨錯過了彼此 後來大了的時候 宋和就和學校的學長穩定交往了好幾年才分手 那多年過去了兩人的感情狀況 好不容易都回到了一個人 義俊重新對宋和抱了感情 也不能看出宋和和義俊相處得非常自在 就等兩人在夏天的時候提起勇氣 重新開花結果吧 在本集當中不難看出主題又再度回到了父母與孩子身上 而主題是獨立與關係 從為了有勇氣對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放手 而來到軍灣面前求助理性分析的媽媽身上 可以看見父母對孩子的愛總是偉大的深刻 但在政員對著漢俊問診時也會發現 孩子一天天長大會漸漸獨立 慢慢的不再需要父母替他們發聲 可父母永遠把他們當作孩子一樣照顧 而上期當中好不容易恢復意識的抖耐 雖然醒了卻可能面臨嚴重的語言障礙 父母在一旁扶持重新復健也會相當辛苦 可做媽媽的一點都不害怕 就算是18歲的孩子 父母依然不會減薪的照顧著 從孩子變成成年人 漸漸的成為家庭之路 在從要甘移植的父母的病例當中 一虧為家人擔憂的敏感家屬 這裡也特別帶出了醫護和病患的關係 非常的需要換位思考 就算是身為醫生的小兒科基因生 面對自己的孩子生病也會忍不住情緒化 當然也有一種關係會隨著時間環境淡化 可是再怎麼淡化也抹去不了這段關係 就像永賢那位看起來很兇 卻對著異俊校的保安人員 自己鋪成了異俊善語社交 也是為了讓我們更容易聽見永賢的故事 他很早就離開媽媽身邊 30多年來沒有見到彼此 人生最後的消息是替母親決定是否要器官捐贈 事件來得又急又重大 讓平時總是沉穩的永賢也不禁慌亂 親子關係就是縱使已經疏遠 可又永遠存在於自己人生當中的關係 所以永賢把這個最後的決定當成母親給她的禮物 讓她再度以兒子的身份送母親最後一程 很有趣的是宋盒說媽媽只要一停到工作 她就會火氣上來 我也會大家也會嗎 我覺得也不是不想和父母分享 就是工作本來就是一個自己的事情 有些事情你也是不會想要跟父母分享的 因為那是屬於你自己的隱私 是自我獨立的一環 同時也不想讓父母擔憂 感覺這一集呈現的是希望親子之間互相虛寒問暖 但卻又各自安好 就像羅莎說的不希望自己帶給孩子麻煩一樣 那這集當中大雄說得很可愛的 明明中午已經吃了兩碗飯 但玉劍銘和邀請她一起吃飯 她還是答應一起吃 很搞笑的說自己夢見了菜單 可以感覺到大雄對明兒有越來越多的心思 而另一邊可憐的俊丸 只剩下麵包可以吃 還嗆到兔滿地 俊丸粉應該心疼死了 逸淳將在首爾待一陣子亮人 很有機會見面 就期待亮人之後的發展了 以上就是第七集的解析 可能有些觀眾還不知道 昨天之前做的六集解析都被版權方給下架了 那為了不要再度引發版權問題 所以機智醫生生活系列的解析影片 都改成放我自己繪製的插圖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包含 有特別需要去認證的情節呢 我也會盡量在畫面裡面放上時間點 讓大家可以直接去找影集來對應 大家如果支持我的解析 可以去把從上的解析 再看過影片或打開 再按個like之類的 從上的關係 所以成效都不怎麼好 讓我有點失落和打擊 那大家願意的話 也可以多多分享這集出去唷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祖妮 掰掰 請在拍攝 按個字幕 分享 按個字幕 分享